我的家里还有钱,就想把学生送出去 所以采用各种各样造假的方式 通过中心把孩子往处送 出国留学热潮不断 为何造假事件层出不穷 又是怎样花样烦心,习招百出 老梁观世界,留学造假抹黑了什么 正在播出 你比方说,你出国留学 比较长线的,你得有偷服考试吧 考外语 美国有些大学就发现 中国留学生来了一队 他们的这个长相和托服考试的照片不遗人 就是找人替他考托服 得一个假成绩出去了 还有的来了之后问他 你这个申报材料里有申请诺文呢 你诺文都写什么了 不知道,找人代写的 就林林总总的这些在申报材料上造假 非常常见 有的说那英语都一点问题都没有 都达到六级八级 可是到那儿人家用英语授课的 发现这学生听不懂 不论你们说语言不好 确实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我觉得我现在的英语水平 比我以前高一的时候 有很大的进步 不少留学生到国外之后 都会被强制在语言加强班学习 直到考试合格才能开始专业课程 Andy在2010年就进入了美国的俄亥俄大学学习 但在一年半之后 由于五次托服考试评告失败 他只能继续学习语言 他说天天学着一模一样的东西 看不到希望和尽头 2011年4月是Andy在英语班的最后一个学期了 这让他感觉压力很大 语言不过关 不仅耽误学业 在生活方面 留学生也会因此难以融入当地氛围之中 时常被感失落和孤单 这些年来呢 有的中国留学生已经琢磨明白了 你光是成绩造假还没用 他有时候得考察你课外的 你比方你其他方面的综合素质 你比方说带人介物啊 没人出事啊 甚至你一些很可爱的缺点 他也在考察发挥之内 所以应对这个 有的留学生造假能力更厉害 美国有个大学的这个面试官 就遇到过这样来自中国深圳一个女孩 这女孩说 我这个课外活动很丰富 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 我去灾区当志愿者了 这考官就慢慢 你那时候正上学呢 你怎么能让你到灾区当志愿者呢 可是呢 这个女孩呢 说的那简直顺着不得了 我当时干了啥干了啥干了啥 而且还拿出同学的证明 你看 可是我当时在救援现场 照片文字都有 说这还能有假吗 人家就信了 可是后来呢 这个中考官比较较真 他就在这个网上搜索 搜索就汶川地震时候的志愿者报道消息 结果就看见了 这个深圳女孩提供的三份报道材料 确实媒体上报道了 那图片也在 可是图片的主人公不是他 他通过PS的手段 把自己照片弄过去 哄人 你说是这个事 可以说对这个 人家那边的学校和老师 得带来什么样的欢意下 你比方说考试作弊 到什么程度呢 咱们有的朋友 说过去考试国内打小勺 整个纸条 那都过时了 人家呢海外留学生发明了什么呢 把计算的公式 还有考试大致的内容呢 制成图案 然后把这个图案呢 贴到身上 离远了看就跟为谁似的 大家看过越狱没有 越狱里边那个 那个男主角 后背贴那玩意 就是监狱的迷宫似的 就做成那样贴到谁上 离远了看得漂亮为谁 其实都是解评公式 在美国人心目当中啊 你考试作弊 抄袭 这个就好比强奸戏毒一样可持 可是我们呢 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都从学校里走过来的 你哪个人敢拍胸扑说 我考试没抄过 我没做过弊 反正我是做过 咱们实求实处 就在我们看来 好像为了获得个好成绩 底下小桶窝 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你看呢 这些情况在人那变成不被允许 我刚才说渡过大学 38名中国留学生 直接就给开除了 就你这样造假的话 没有诚信的话 我们怎么敢相信你呢 所以我倒觉得从这方面 我是坚决拥护外国学校 对中国留学生造假这种处分 应该 要不这样的话 也不能教训这些 从小到大就没有养成诚信行为的人 那么我们看 有这么多的造假手段 来自哪呢 除了学生家长以外 中介在里面帮了不少忙 现在有不少的各种各样的东西 就抓住这个 要把学生送到海外的这个行李 他挣你钱 你比方说 每个中介说 我给你代办这些 你甭管了 你那什么论文 什么材料 我都给你呢 收费大概有四万的 也有最高到七万的 由高到低不等 从头到尾 全都可以给你搞好 然后下一次是你买鸡蛋去读书 就可以了 那大概就是这个中介的费用 二十三万 如果说需要申请不到签证 签不过 都是全会给你 而且他这个厉害到什么程度呢 假如我通过给你造假呢 这申请到人家的全个奖学金了 那么你奖学金的百分之十五得归我 这奖学金服务费 你不是说两年吗 美国说是两年 两年都会奖学金 都是提第一年的百分之十 你在国内有些中介就说 啊那学校固定奖学金那什么的 那其实都是杨茂苏雅身上 他都从学费里面 全都就是你自己教 你自己就这样子 你看现在中介都服务到这程度 但里头有不少黑中介 反而使学生呢 在那边留下了不诚信的黑记录 结果没法到人去读书了 留学中介市场乱象丛生 除了违规操作 有些中介甚至利用学生和家长 对留学情况的不了解进行欺诈 我觉得为我服务这家中介机构 存在着严重的欺诈行为 山东的小刘 现在是一个在北京工作的白领 2003年高中毕业后 他来到济南一家留学中介 想去加拿大留学 在国内的时候 他说这是一个学院 是正规的学院 然后和正规的大学之间的学分 都可以转化 当时小刘已经有一个不错的雅思成绩 但是这家留学中介 却极力向他推荐 加拿大温哥华的一所语言学校 并承诺小刘 第一年的语言学习 不仅学费低廉 而且修得的学分 可以累积到第二年 进入普通高校学习的学分当中 但是其实我们发现 他只是一个简单的培训机构 相当于国内的一种语言的学习班 然后他的最主要的 就是他的学分 是不被加拿大当地正规学院认可的 由于出国之前 小刘已经通过中介 向这家语言学校支付了一年学费 他不得不在这里硬着头皮学习了一年 第二年重新向加拿大正规大学提出申请 最终得以入学学习 为此小刘不仅白白浪费了一年的时间 还多支付了将近十万元的费用 如果你想想那你应该是要适合 去一个学习 看清楚你能知道人们 在那里有实际上 在那里有实际上 有实际上 不只是商人 不只是商人 也不只是商人 优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 因为他们可能会工作之后 那么我们现在看 凡是关于中国留学生造假的报道 往往媒体把板子都打到黑龙界水上 我倒觉得病根在于什么 在于我们的学生和家长 为什么这样说呢 首先我们得检讨一下 咱们的家长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态 把孩子送出去 为什么会容忍这种造假 哪个送学生出的家长造假的敢说 造假这事我不知道 你掏钱只要我给你钱 你只要能给我整过去 别的我不管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情况 和我刚才说抄袭音的现象 其实是一回事 比较典型的我们前一年看 唐俊那个学历门造假 那么就是一个野鸡大学 他不以为耻地拿过来 跟说看我这美国的学历 最后被揭露出来了 他感觉羞愧难党 就这就是典型的吃感 他关注的是你最后干成了什么事 你看咱们什么英雄不论出处啊 讲这样的话 他目的是什么 就只要你成功了 没人管你咋成功的 所以成功比做人要重要的多 这是互联风气诞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咱们每个家长都劝自己孩子 你要诚信 每个学校大学教育孩子 你要诚信 可是你现在看看 所以这种唯一结果是论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你想让学生诚信 这个很难 所以这是第一个弊端 第二个弊端呢 外国人不理解 你这种申请材料造假流血 你不仅没获利 你反而把钱拿来 得给人家外国大学当学费 那怎么你劲还这么大 还造假呢 他是不理解 这个流洋经历 或者通过造假 获得的真学历 对于这个人的重要作用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 愿意把孩子送出国外 我就有那么几点 同一个呢 躲避国内的英式教育 而且英式教育 把学生压的 都顾不上自身素食了 分着分着小命根 都奔考试去了 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个 现在这个教育吧 我觉得它压力太大了 而且如果学那么多东西 说句实话 就为了考一次试 所以这孩子很辛苦 很遭罪 有家长很心疼 得了 到国外一样的 得文凭还轻松 何必参加国内的英式教育 千千万万万 过独木桥呢 算了吧 所以有的家长呢 是为了躲避国内英式教育 因为有的人呢 可能是因为为了 就学习成本来就很好 寻找更好的这种教育机会 有些人呢可能是为了一种逃避 或者就纯粹因为家里有钱 而处于 他的目的性不强 包括在专业 或者是这种国家上的选择上 第二个呢 为了移民 你看移民 现在有投资移民 有技术移民 那个成本都挺高 这种留学移民呢 它风险虽然挺大 但是成本低 钱花的并不多 技术移民尽管出去 它身上所捆腹的财富要求 基本上也是在六位数人民币以上 而作为投资移民 或者叫商业类的移民 它必须要具备几百万 甚至上千万以上 人民币的资产要求 这是及格限 你比方说加拿大 如果你在加拿大的大学呢 念满了两年 然后毕业了 那么就可以获得 加拿大三年的工作签证 再是待三年工作 三年工作签证买了之后呢 你就可以申请移民了 我就留在这 所以这种留学移民呢 是一个风险挺高 但是成本却低的 这么一个途径 有不少想移民的人呢 就想通过这个 把孩子送出去 成本还不大 所以这个是 好多这个家长 把孩子送出去的 非常大的 在第三年也很重要 就是有的不想孩子出去 你转一圈我再回来 可是杜杜金这学历 在国内就值钱了 美国什么什么大学 英国什么什么大学 你看现在择业 有时候拿着学历 好使的 近几年出国留学的人数 突飞猛进 尽管不少人 仍在滋滋追求一张杨文凭 但事实上 海归的就业状况 已经出现明显下滑 我们呢 做了147家企业的 这个调查问卷 其中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在能力 基本一致的情况下 一个是海归 有海归背景的 一个是国内的 就是你会优先录取谁 那么我发现这个选项呢 只有35%的企业 说优先录取海归 即使我们在 招高端人才的时候呢 客户给我们提的要求 有的是要海外背景的 但这个背景呢 是指在海外的工作背景 我就举一个例子给您听 我们曾经建了 一个特别大的项目 是国内特别大一家 知名的这个金融机构吧 他当时要招一大批 金融方面的人才 但是他的要求是 在海外的金融机构 工作过多少年 而不是说你在海外 读了一个金融方面的专业